顶着炎炎烈日 大军汇聚在祭坛之下 在一名红衣主教的主持下 虔诚地祈求着陈希之主保佑 这么点小事 显然不足以惊动陈希之主他老人家 所以神迹是没有的 一点小困难 显然难不倒神棍门 神迹不出现 那就用魔法来凑 牧师团一起动手 漫天金光闪耀 空气中都充满了神圣的气息 沐浴在圣光之下 原本忐忑的士兵们 瞬间变得精神饱满 就仿佛所有的负面情绪 都被一下子给清零了 见到这一幕 哈德逊也是亮瞎了双眼 果然 教廷能够传承这么多年 不是没有原因的 邪教组织使用药物 对信徒进行精神刺激 哪里比得上圣光来的有逼格 看着布雷克得意洋洋的样子 哈德逊就想上去给他两巴掌 实在是太拉仇恨了 大家一起在高台上 凭什么就他的身上金光格外耀眼 搞得就好像布雷克才是今天的主角 大家都是小配角 能够出现在这里 都是他格外开恩 当着一众士兵面 哈德逊和高台上的各大势力代表一样 默默地选择了记下这笔账 教廷想要传播信仰 重塑他们在大陆的无上地位 本来就和大家的利益相违背 现在又搞这么一处 明显是在各大势力上演要 底层的普通士兵 没有那么多的辨识能力 一个个还以为这真的是陈希之主赐福 信仰虔诚度那是蹭蹭往上冒 初步估计 就刚才这一出 陈希之主又增加了上千名虔诚信徒 甚至还出现了数十名狂信徒 哈德逊敢保证 这种活动只会在联军中出现一次 往后谁要是在参加 谁就是傻子 要是让教廷这么折腾下去 恐怕要不了多久 大家麾下的士兵就要被拉过去了 赤裸裸的挖墙搅行为 那是要付出代价的 要是不报复回去 大家心中的这口恶气 怕是很难咽下去 一连串的仪式折腾完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 所谓的大军出征 仅仅只是全军跨出城墙 幸好参加的部队不多 要是将百万大军聚集到一起 估摸着今天都出不了关 名义上是联合行动 实际上还是各自为战 只有遇到了受人主力 大家才会合作 午夜时分 联军会议依旧在争论不休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哈德逊说什么也不信 大军都出征了还在讨论怎么打 从哪里开始打的路线问题 这是高度自主权的后遗症 代表人族的一百多家势力 就有一百多种想法 中小势力还好说 仅仅只是发表一下意见 刷一刷自己的存在感 大多数时间 扮演的都是墙头草角色 麻烦的是一群大势力 哈德逊就看到教廷和几大王国在那里吵吵吵 谁也无法说服谁 作为阿尔法王国的代表 原本也应该参与讨论的 只是哈德逊闲于惯了 对这种没有意义的争吵不感兴趣 道理 再怎么充分又能如何 别人不同意 还是不同意 总不能强行让人家认可吧 说服不了各方 拳头又不足以令人家屈服 那就是在浪费时间 诸位 时间已经不早了 出兵路线的问题 要是争执不下 在遇到受人主力之前 那就自己打自己的吧 现在我们还是先讨论一下后勤的问题 联军上下加起来 足有一百多万大军 其中还包括二十万骑兵 大军每天消耗的物资 都是一个天文数字 仅凭前线的缴获 恐怕连一半的物资需求 都没有办法满足 我提议 不带哈德逊把话说完 布雷克就没好气地打断道 不需要提议 就按你们的意思办 由阿尔法王国的军队负责押运后勤物资 如果觉得兵力不足的话 那就再加上墨西公国 战垂王国的军队 这么多人手 总能够满足大军的后勤了吧 战略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听了布雷克的话 哈德逊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了起来 虽然自家军队的战斗力 在联军队伍中确实挺靠后的 但也没必要这么直接地说出来吧 除了拖后腿的那几十万炮灰军团外 实际上剩下的王国军队还是能打的 若非王国在此前的战斗中损失惨重 哈德逊肯定回对过去 现在吗 还是算了吧 战争进行到现在 阿尔法王国已经折损了六成以上的军事实力 没法子和叫停争锋也是必然的 哈德逊伯爵 不要生气 布雷克团长的嘴 那是一贯的丑 不用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至于大军后勤的问题 按照以往的惯例 都是由贵国牵头组织的 这次也不能例外 要是有什么需要 可以和我们提 能够配合的话 大家一定配合 苏尼尔侯爵笑呵呵的说道 看似在劝架 实则是在拱火 可惜哈德逊只是身体年轻 内心却是被千锤百炼 保经社会毒打的 现在跳出来和叫停闹腾 就算是争赢了 又能有什么收获 押韵粮草的任务 他这东道主根本就躲不过去 布雷克的话虽然臭 但也是符合各方利益需求的 幸幸苦苦跑这么远过来 大家也不能白忙活 不砍几个兽人 怎么好意思回家装逼 要是能够顺便发点小财 那就更好不过了 终归是一个帝国 再怎么穷也是有油水的 为了激发士兵们的积极性 从联军抵达前线 军中就在盛传兽人帝国贵族们的生活多么奢靡 在这次战争中抢了多少钱 多少物资 在很多人心目中 现在就去进攻兽人帝国 完全就是去发财的 不完全是谣言 因为两族物产不一样 很多在兽人帝国稀疏平常的东西 到了人族那边 就变得价值连城 哈德逊只是暗自推波助拦了一把 刻意夸大了兽人五大皇族的财富 将大家的贪婪给放大了 都是被逼出来的 不进行忽悠 没办法提高联军的积极性啊 至于后面会不会穿帮的问题 那也得他们攻克了兽人的皇庭才行 哈德逊可从来都没说过 普通兽人部落也很富裕 侯爵阁下 请放心 这么点小事 我自然不会放在心上 都是为了我人族事业在努力 分工无分贵贱 不就是押运后勤物资吗 这项任务我们接下了 只是战场上风云突变 我们运送粮草的可赶不上大家的行动速度 如果大家相互之间 间隔距离太远的话 粮草怕是很难及时运送到位 所以我建议大家发起进攻的时候 兵力最好不要太过分散 我们运送的粮草只是送到大家的行营中 下面的小谷部队还有诸位去分配 为了安排起见 最好随军携带不少于一个月的粮草 万一大军突进太快 运粮队没有及时赶上来 也不至于影响军队的战斗力 哈德逊一脸真诚的说道 预防针是必须要打的 不把丑话说到前头 未来大军吃了败仗 后勤就是人家甩锅的对象 众人相互对视了一眼 一个个都陷入了沉思之中 对任何一支军队来说 后勤永远都是最重要的一环 联合行动的时候还好 一旦大家分开行动 后勤队能不能及时找到他们的位置都是一个未知数 在这个没有定位导航的时代 赶路主要靠太阳辨别方向 就连派出去侦察的赤后 都有可能走丢 哈德逊伯爵的提议 很有实用价值 大家都注意这点 不要嫌麻烦 关键时刻能够救命 奥拉维尔侯爵似笑非笑地提醒道 光看戏也不行 老大和老二打架 弄死老三的故事 实在是太多了 为了自身的安全 伊利比亚王国需要更多的盟友 这种会而不费的提醒 奥拉维尔侯爵完全不介意多来几次 看着众人三三两两的开口 哈德逊暗自摇了摇头 一群人全部都是细精 老式人越来越难混下去了 运送粮草是苦差事 同样也是一份美差 相较于上战场厮杀 安全系数相对更高不说 物资供应上也更为充足 客扣军粮 以次充好的缺德是 哈德逊干不来 但趁机发财 还是可以有的 具体怎么操作 暂时还不着急 想要发财 那也得等战争打起来之后再说 如果没人反对的话 那么运送粮草的任务就交给哈德逊伯爵负责 以阿尔法王国军队为核心 战锤王国和墨西公国的军队 负责从旁协助 苏尼尔侯爵一锤定音道